大家好,我是大星 有好多网友问 你们为什么要去摩理? 摩理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呢,摩理和普通的旅游 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有句话说得很好 从自己活力的地方出发 到别人活力的地方去 摩托车本质是一种交通根据 它和汽车、自行车是一样的东西 大部分人拿来它上下班啊 或者用来磨身 还有部分人把它定义为一种 鱼肉休闲玩具 这些人不是为了摩托车去生存 而是拿来享受 用来放生的 像这么一群人 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的 真正拿摩托车来旅行的人 都是骑车技术比较好的 还有某里人 都是一种勤人的人 怎么讲呢 在野外 光天气 搭帐篷 会修车等碰热 一个真正的户外摩托车 它一台车加一个人就是一个威瘦版的家 在模拟的骑行过程中 可以和天地风雨融合成一体 回复到真正的自然界里 我本身有一部摩托车 也是摩托车爱好者 我觉得骑着自己心爱的摩托车出去看看 我个人认为 这就是我人生的一种追求吧 我就这么一点点爱好了 使我个人喜欢的东西 得到了就可以满足一下而已 就好比一个三岁小孩 拿着跟棒棒糖 渐渐有味的吃得一码四 某里人生的追求 仅仅是一种喜欢而已 不一定要有什么私情话语 或者什么隐放的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骑摩托车去旅行 那种体验和开汽车 坐火车完全是不同的 好比你每天吃大雨大乐 你也会感觉到手朗无味吧 我也来一下野菜 味道就不一样了 现在最多网友问的问题就是 说我天天在外面跑 到底哪里是我的目的地呢 这个问题好容易回答 不过我告诉你 我去西藏 去新疆 或者去某某地方 其实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我们某里人在乎的是 沿途的风景和感受 享受在路上的过程 只有骑上摩托车 那个时候 才觉得自己是自由自在的 我相信有个某里 有个某里经验的朋友都知道 某里图中那些艰辛和困苦 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你崩溃或者结枉 当你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的时候 也让我们更懂得如何躺然面对困难 如何坚强战胜困难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多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